我们的百度可是无所不能 活埋啦 自焚啦 空手皆白任 人肉千斤顶 反正只要你说得出来 我们一定帮你多刀避害 说话口气 潇洒霸气 金城武 花丞山 小马尾 在电影百度人当中 饰演纯真 大男孩 本来是要被疗愈的 没想到却意外表现喜感 这一部戏 其实会觉得是被骗 被骗来了 本来会觉得 它是个文艺骗嘛 回来变成喜剧 那也好啊 你会发现还要打 还有动作 大口吸泡面走起路来有贡匹 金城武超像个流氓排客 不只抛开偶像包袱 连火都吞了 要拍之前就淋那个油 点个火 然后它就吹掉之后 就咬下去 嘴也烫 然后那个表情 实在痛苦万分 好像飙车啊 喝酒啊 一个打50个啊 他都可以做得到 而梁超伟放得很开 坦全在拍摄时 其实玩得很开心 不过倒是陈怡迅 每次在片场玩开了 戏里却要演出 失忆颓废的角色 超级反差 让大家看到他都很开心 好像女装外套 但是在戏里面是刚刚相反 那戏里面他每天都是喝醉 都是哭 然后就被人欺负 大家都苦笑 觉得被导演张佳佳骗来演 以为可以演文青 想不到各个大咖都卯足全力 牺牲色相 笑料百出 记得杨树去罗伊井 台北报道